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观了老挝酒带沟之称的关系瀑布 在当地传家的带领下去寻找了瀑布的源头 清泉五六点 你就会看到成群结队的僧人 正刺脚走出寺院 在淡淡的沉雾里 记着橘红色的袈裟 画着黄铜的火鱼 明亮而鲜艳 虔诚的不识者们一起在街边等待 当僧人们沿街走过 打开竹篮 把准备好的木鱼饭放进他们的袈裟里 然后双手合时 静静祈祷 僧人们庄重地接过食物 此时充满了淳朴古老的气氛 就像这已延续了千年的佛教传统 参观完布施 我们来到了当地的找市 大部分是当地人在买菜 偶尔也会遇到游客 我们决定来这里尝试一下当地的食物 作为早餐 朗摩拉邦的平均气温在18到30度 早上的气温会偏低 可以看到大家穿的衣服都比较厚 摊主大多都是安提 摊位上的植物被摆得整整齐齐 食材也很新鲜 这里有卖老挝香肠 有一点类似于德国香肠 我们选择这间来尝试一下当地特色的早餐 米粉和粥 是不是看起来都很有食欲呢 来老挝怎么可以少得了咖啡呢 当地特色的糯米饭 用来拜拜的花朵 这个里面有很多种青蛙 烤咸鱼 这是当地特有的辣椒吗 这感觉像野菜 笼子里竟然刮了一只猫头鹰 吃饱饱了我们继续来逛早餐 看来能不能够了咖啡 这很近口能干 它吃一个恐怖的东西 很多等业人来看 吃了一些东西 看来说他们太好了 有一种东西 吃了一点 这个这个我给你吃了 当地特色的小吃 今天的天气很好 猜猜他们在的是什么 原来他们是用这个来载小猪 摩托车才是他们的主要交通工具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另外一间酒店 其实叫他酒店有点委屈了 因为他更像一座独一无二的博物馆 他城市老窝末代王子的宅邸 他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叫成酒店后 留下了很多旧时光的印记 让他家来带来 懂吗 我去它 我去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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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大海 我去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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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美的法式别墅 种满荷花的池塘 碧绿瓷砖的泳池 还有大片的草地 和随处可见的微笑的佛像 时间在这里过得很慢 你可以借着百叶窗 透出的柔和光线 在阳台上看书 也可以躺在睡帘池边的躺椅上 看星星点点的睡帘 几百年时光 在达里精致的庭院里 好像只是一瞬间 接下来我们参观了朗伯拉邦的图书馆 墙上的海报 张贴哲爱读书的孩子们 大家都在安静的读书 这里的喵星人生活也是如此惬意 人力车与摩托车的搭配 让人不禁感慨店家的用心 登上皇宫对面的普西山 看日落 可以说这里是我见过最美的日落景点之一 看夕阳渐渐下落 倒映在湄公河上 整个朗伯拉邦古城就在眼下 古城缓缓升起 吹烟鸟鸟 真是一幅绝美的画面 普西山上的大金塔 在阳光的照射下 闪着金光 几个悬挂的铃铛在风中叮叮作响 显得宁静而庄严 大家可以早一点到 去站一个好的位置来观赏 当地有许多西餐厅 今天我们选择这间来吃晚餐 店铺有很多独特的设计元素 展示了对细节一丝不苟的关注 有创意的菜单居然是用盘子 强力推荐这道肉桂猪肉土豆泥 吃饱我们沿着主街走走 途中会经过很多装修小清新的店铺 现在我们要来体验一下老挝的传统按摩 在回去途中路过的这些特色小店都让我们 禁不住要逛一下 这个蛇泡酒我们看看就好 今天的行程我们会去一些本地人居住的区域 接着我们来到了一座见证历史的法式铁桥 桥面有区分机动车道和人行道路 这座铁桥满满的年代感 让我们不禁停下来去观赏一下桥上面的风景 当然这里也十分适适合拍照 当然这里也十分适合拍照 接下来是午餐时间 给大家看一下老挝啤酒的种类 当地特色的老挝米粉 大家好 我们现在来用的香蹄色 香蹄色 香蹄色是生米泡的 然后2,200,000块 然后如果你们穿这些衣服不可以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服衣服 裙子的话大概8,000块 看一下里面 点形了老挝色 这个寺庙很香蓝 我们去里面看一下 这个可以看到当时 这个王朝还是蛮 行圣的 上面全部都是小姐的 很努力 我喜欢这种小包 前面就是大家拍照的网红打卡 然后接下来 这一个小鲜鱼 这一个大鲜鱼 就是这个小鲜鱼 就好 最后进一段时间 鲜鱼 这一段时间 就要当时潮 炒泊酒 炒泊海 就还非常酷 这边 每一天 有一天 她房间 小鲜鱼 她怎么说 我们继续买一个人是20块 加租衣服是4块钱 寺庙墙壁和门上的艺术壁画都非常美丽 内部的墙壁和天花板也都雕刻着 佛陀生活的场景 相通寺始建于1560年 距今已有450年的历史 它是老挝保存最完整的寺院之一 相通寺还保存着老挝最后一代国王的遗骨 还有第一代国王所使用的金碧辉煌的灵车 在老挝佛教与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连皇室的婚礼葬礼都是在寺庙里举行 这里还是举行国王加冕仪式的地方 这股市的类型应该蛮优秀的 老挝博拉拌有很多寺庙 但是相同寺刷我看到过比较美的 也很出这篇 大家可以选那件网红的地点 来看这儿 比较少许还蛮多的 contacted the elderly 吃饭 是在梦ając hopefully 逛了 我们就来对面喝一杯下午茶 接着来到了最后一天入住的酒店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Poolman Hotel朗博拉帮的房间 一下 然后是在博物馆的 看一张床 直下人把我全面封一下 哇 有空康的水果 看一下妹妹的风景 哇不行的感觉还不适合 看一下素素 浴缸 麻辣包 这个是淋浴 酒店周围环境很好 在郊区 空气新鲜 距离市区的话有4公里 每天都有往返的巴士 酒店的服务也非常好 虽然市区的酒店很多 但基本都是老卧式的房子或者法式建筑 只要旧 如果你喜欢入住新的酒店 强烈推荐这一间 好了 我们的朗博拉帮之行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 我是Ruby 我们下期再见